清田七六 清田街上的日式家屋 现在是网红的热门景点 蒙藏文化馆也在清田街 有全台湾最丰富的蒙藏人物 可爱的五色鸟 足潮在清田街对面的大安森林公园 风云风雨 今天要去走独台北市清田街 的日式宿舍群 这个地方有很多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宿舍 他们目前的产权都还是属于台湾大学 1928年台北第五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成立 当时很多台大的日本老师 都向台湾银行优惠贷款 在清田街自己盖宿舍 台湾光复以后 产权收归国有 清田街上的日式家屋 就由台大提供给老师当作宿舍 清田76原本的教授宿舍 日式家屋前面穿和服的姐妹们 很开心的在拍照 可以拍你们吗 可以 所以你们是特别租日式服装来这里拍照的 不是这里准备的 对 清田76原本的教授宿舍 现在由店家向台大乘租 转型成精致的日本料理店 这里是前台大教授马亭英的故居 所以在他的故居里 这边放了非常多的岩石标本 这些岩石标本 和这个日本宿舍 现在结合在一起 经营的算是非常好 田园里也有教授留下的岩石标本 玄武岩 玄武岩 变直立岩 这一块是印页岩 有意思 这边还有租日式的和服供大家拍照 这里租和服一套1500 吸引很多人来这边租和服拍照 享受日式庭园的风味 清田76 也就是清田街七向六号 很好记 从满满的人潮来推断 这里应该是台大和店家很成功的合作案例 店家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是向台大租借的 台大其实是台湾最大的地主 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 却有接近1%的土地 却有接近1%的土地都是在台大的名下 继续逛清田街去 清田街八向三号 这里有一个展览 相遇在燃灯前 这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 对台湾人来说相对的陌生 这里是蒙藏文化馆 蒙藏文化馆 在古早的那个年代 应该是说2017年的时候 这边叫做蒙藏委员会 现在蒙藏委员会已经猜测了 现在这里变成叫做蒙藏文化馆 蒙藏文化馆 这里是台湾唯一典藏蒙藏文物的公家场馆 室内可以拍照 但不能摄影 那我只有拍照咯 智慧大师 宗客八 藏传佛教文物 一楼 一楼这里还有互动体验区 这里就可以摄影了 这是多媒体互动区 哇 非常的耀眼 什么要生出来呢 哇 光芒万丈 你看这个呢 又是光芒万丈 再来一次 光芒万丈 转经轮 据说是一种祈求平安的仪式 就来转经轮吧 转完经轮 祈愿大家都平安顺利 上到二楼 这是藏族的帐篷 藏族欢庆新年的时候 会把帐篷搭成这样喜气的样子 藏传佛教也有跳绳祈福 这些神偶像不像台湾的七爷八爷 七爷八爷呢 这里很像台湾神明绕进的神护神 八家将 宗教是互相影响的 但不知道是谁向谁学 上到三楼 这里是藏传佛教张家大师的纪念馆 这里展出他原集以后留下的藏族文物 这个展览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特殊 它这次的展览以藏传佛教的所谓燃灯节为主轴 里面摆放了非常多藏传佛教的文物 对多数的台湾人来说 藏传佛教是相对陌生的 虽然佛教说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但过来看看虚妄的像 金刚经理说 见诸像非像则见如来 这也是一种快乐呀 继续走访清田街的日式建筑 这个很有年份的日式家屋 你看到庭院里还有古风 还有禅艺 还有很多日式宿舍 台大都租给了店家和商家来使用 清田茶馆 敦煌画 这个是非常有年代的日式庭院 房产很多的台湾大学出租旧宿舍 让画廊茶馆经营 在房价淡黄区喧闹的大安区里 意外的创造出人文艺术的气息 不过清田街还有很多老宿舍没人爱 荒废凋敝 代价而辜 墙上大大的珠子 这是台大打算活化他们的这个没有用的宿舍区 你看现在宿舍 栏杆早就生锈了 房屋 他的房屋也已经垮了 也许吧 也许哪一天有人要把它租下来重建 或是哪些厂商要租下来重建 让它活化 但是清田街里很多宿舍根本来不及活化 有些宿舍区他直接拆了也没有合作 就直接拆掉也没有盖大楼 然后变成了停车厂 盖成停车厂以后 也许等哪一天可以活化吧 继续逛清田街 在清田街附近 还有台北非常知名的清真寺 这是回教的圣地 台北清真寺 清真寺的对面 隔着新生南路 这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 走进大安森林里 一群人拿着手机相机 对着一棵树拼命地拍 面对步道的树干上 有个鸟巢 鸟巢里有一只五色鸟 还好拍照的人也是爱鸟人士 大家都保持距离 降低声量 并没有打搅五色鸟 走过清田街的日式宿舍 走过难得一见的蒙藏文化馆 在走进大安森林公园 他们都在附近 这一下午的视觉享受 有一个愉快的午后 这期的风言风语先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